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有人过来说 每天下午三点多就头疼 然后找了很多人扎针 效果一直都不太好 我说头疼 按说这个痛症是针灸的强项 我说这个一个头疼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说你扎针 他说扎了好长时间都不太管用 我说这个扎针怎么可能不管用呢 我说你再仔细说说 我说是不是这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 或者你晚上老休息不好 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引起的 他说没有 就是很邪性 每天下午到三点就开始头疼 你看大家听众脸 他说每天下午三点就头疼 我一听 我说你是不是准时准点的一到三点就头疼 他说对对对 我说是不是持续好长时间了 对他说持续得有小半年了 那看啊 如果是像他这种情况 你用常规治疗头疼的方子 那肯定就是不太管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病啊 我们一般管这种病叫做时辰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病啊 每天到一个时间固定的时间点 记着啊 是时间点 不是时间段 你看以这个 例如说有的人是我每天到下午 三点到五点来钟 我就发作 这个就不算 而是一定是每天下午准时一到三点就开始头疼 这个就叫做时辰病 那一般呢 这个时辰病 我们只取一个穴就可以 哪个穴们呢 就是他发病的这个点 归哪条经 是哪条经的留住时间 你看每天下午三点 这个呢 这是膀胱经的留住时间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时间病 我们只扎膀胱经的输血 也就是树骨 只扎一针就可以了 所以呢 针对这种时辰病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到这个时候 我根本就不关注 你得什么病 你哪成 你就是一到下午三点 你是头疼也好 脚疼也好 腿疼也好 胃疼也好 无所谓 只要是每天准时 下午三点发作 我们就扎树骨 无论你是上午找我扎针 还是下午找我扎针 我也不重要 反正你来了 我就扎一针树骨 扎上就有效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时辰病 大家一定要记住 时辰病 直取当令经的 输血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按常规的方法去治疗 好 今天呢 关于这个 时辰病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喜欢懂事齐血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